为将重建的校友楼建成桂林古城地标性建筑 专家们查阅了大连的历史资料 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精心规划设计并反复修改 同时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积极倡导社会各界捐资建设 桂林企业纷纷鼎立相助 特别是可名为继的福达集团 新晋实业海威科技三金药业 国际线缆燕京啤酒张泰实业国傲投资 立岗网络来因生物 桂林银行农合集团关泰房产桂林宾馆 安莎集团 海风投资 习惠集团 华润制地 桂林与发展 桂林鱼谷等20家著名企业 慷慨解囊 出资捐建 立尽社会责任 实为感人之举 2015年1月8日 逍遥楼重建项目正式动工 逍遥楼重建期间 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市民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琴 市长周嘉宾 市四家班子主要领导 及秀方区的主要负责人 多次深入现场调码市场 香菇楼作为桂林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也得到了国际组织 国家和自治区 与相关领导的董统观众 2015年12月2日 2016年4月26日 在望重期盖中 重庆货尔向阳楼正式拍楼 拍外面 我们现在是下邮楼的四周走一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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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